各位小财神精彩的来了台新配居然最高可以10加6 就是来到了16%回馈 我的天啊 这个真的是很夸张 我们都知道台新银行在这几天 他们把自己的卡德利APP重新改版并且上线 叫做Richard Life 到底它有什么优惠 它其实这一系列的记者会起来 然后整个产品的改版其实多了很多有趣的东西 那我们今天这支影片呢 就是要带你来认识全新改版的这个卡德利APP 也就是Richard Life 还有这个最高10%加6%的16%怎么拿到 今天都会跟你交 好赶快来看一下 嘿呀台新配最高16%回馈 那本支影片的重点会跟大家聊三个 第一个是台新配10%的活动介绍 搭配agogo卡再多拿6% 第二个的话呢是Richard Life的APP呢 我会实际操作给你看 那第三的话呢就是 跟大家介绍到底什么是台新店 好来事不宜迟 马上进来我们这台新配的10%活动介绍 稍早呢我在这个粉丝页 其实已经有看到他们有开始在做一些 推那个贴文的推广 包括就是这个 台新point指定商家有10%回馈 哇这看起来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总是让人在觉得很期待 所以我们现在立马来看一下这个 活动的详情好不好 来看一下 这个 台新配天天10%回馈 这是它的官网 那你在这边你会发现 它其实有好几个不同的活动 那第一个活动的话是台新配天天10% 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一个重点 那它的优惠其实很简单 就是说你只要有这个RichardAPP 或者是台这个RichardLiveAPP 好里面呢 就是有一个台新配的这个扫码支付活动 好这个银行 它要发展它自己的这个行动支付嘛 所以如果你只要使用它这个行动支付 在指定的通路进行这个扫码 那么你就可以拿到10%回馈 它这个活动分为三个梯次 第一个梯次是8月10号礼拜一 第二个梯次是8月17号礼拜一 第三个梯次是8月24号 也就是我们8月的下半个月呢 全部都有活动 那这个活动很简单 就是说你要在活动当天呢 登入APP来抢这个所谓的10%的优惠券 抢到之后呢 你就可以在7天之内把它使用完毕 也就是说你要连抢三次 但它限量只有6000个名额 其实真的不多 那这部分的话就是说 看大家各自的功力 时间到就疯抢嘛 如果没有抢到就算了 有抢到就可以去解任务 那给你10%的回馈 那上限的话每一个人是 每一个梯次可以拿100 所以上限最高就300 所以连续三个礼拜都有抢到 就可以拿到100 100 100 就是300 刷3000拿300 我觉得还不错 那这部分就是提供给大家参考 那它这边有写到说 绑定阿狗狗卡最高6% 因为阿狗狗卡的这个6%回馈 其实我之前有做这个影片 跟大家分析过 它有几个支付 是几个四大行动支付 是符合资格的 第一个就是接口 然后第二个是LinePay 第三个是排钱包 第四个就是台新Pay 所以你把阿狗狗卡 绑在这个台新Pay的APP里面 就是这个 Richard Live的APP 或者是Richard的APP里面 进行扫码支付 是可以拿到额外6%回馈的 所以这部分就是提供给大家参考 所以最高就是 活动给了10% 然后再加上加码的6% 就是卡片本身权益 所以最高是16% 那活动二的部分呢 如果你是新户 单笔消费买100 然后送全家中热美 但前提就是说你要去登录啦 它只有6000个名额 所以你看到这个资讯的话呢 一定要赶快去做登录 因为都是有限额限量的 那活动三的话是台新员工 我们不是台新员工就算的 你是台新员工自己看一下 就是单笔支付买100 他就送你一杯咖啡 就这样子 只送2000杯啦 那活动四的部分呢 就是熟客月月起零 喝全家中热美 如果你在几月份 5月6月7月份都有交易的话呢 8月份认刷一笔 9月就可以拿一杯咖啡 一此类推 所以每个人上线5杯 我觉得这好麻烦哦 而且我平常没有用这个APP的习惯 所以这个我一定是拿不到啦 但如果你之前都有持续的在使用 这个台新的产品 也许你可以拿到这个部分 所以他总共有这四个活动 你就特别去注意一下 那还有一点你要注意的是 他的活动通路有哪些 比如说全家 拉尔夫OK 台湾大车退路易沙咖啡 然后还有 宜克 爱迪达 然后丰康 ATD南京店 跟ATD桃园快时尚 这些同路的部分的话呢 就是 蛮符合规则的 所以你自己也可以特别去注意一下 所以 我个人觉得 可以解任务的 基本上就是全家嘛 然后拉尔夫跟OK 都是还不错的 那你平常如果有搭计程车 其实也可以 那甚至是你去爱迪达去买那个 衣服嘛 运动服 说不定还可以再跟那个什么 动资券一起做折底也不错 所以 这些就是我个人觉得还不错的 这个combo季 提供给大家参考 所以 台新的这个10%活动呢 你要特别去注意说 他需要做抢灯 然后 再来的话呢 他也需要这个 在时间之内进行消费 然后不要超过1000块太多 然后还有指定通路 其实算有点麻烦 但是如果你会做combo 你可以赚不少 那再来的话呢 就是Richard Live APP 这到底是什么鬼 为什么又有一堆APP出来 到底跟之前Richard APP有没有什么差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台新 他们自己的这个活动规则 Richard Live呢 他特别做了一个官方网页 来给大家看 那欢庆Richard Live 上市 点时曾经 陪你静享美好的生活 为什么 所有的银行 全部都要用点时曾经 这个数字 去年秋天 那个联邦麦田卡 推出了点时曾经的活动 造 未为风潮 造成了一波半卡潮 大家都很喜欢 这种10%回馈的部分 那上线都很低 大概100 200而已 好 那现在呢 好 这个所谓的 8月初的时候 在 这个Richard上线之前 我们的J卡 也有点时曾经的活动 为什么 第二家银行 就一样的那个形容词 那第三家银行 就是我们台信 Richard也讲点时曾经 所有的银行都要来点时 曾经一下就对了 好 那他这个10% 9 points点数回馈 其实刚刚有做过介绍了 好 那 先跟你讲第一个好康 好 在这边 第一个好康的部分就是说 你首登Richard Live 好 你如果是第一次去做登录 就是之前卡德利 有活动的时候 你没有参加过的 现在输入他的关键 这个推荐码 TS01 你就可以多拿10点的 Timing points 这等于是10块钱 好 提供给你参考 那如何输入的话 你点开他有教你 就是你登入APP 然后呢 按照他的步骤来点选 你就可以就是完成输 输入推荐码的任务 我刚刚有试着输入了 但是因为我之前 卡德利有参加过活动 所以这个我就不符合 所以银行都算得很精 不会让你挡挡都拿 而是只有一次的 这个活动机会 第二个是点时澄清 周周领的部分一样 就是说 你必须要在 Richard的会员里面 刚刚讲到了 10号 17号 跟24号 来这个APP里面 来领取优惠券 你就可以就是 拿到加码10%的 这个回馈资格 但是每周 只有限量1万份 就是有点少 那怎么领呢 一样你在APP里面呢 这边有看到 就是说 优惠的这个 这个Tab 然后选择优惠券 看更多 挑选你要的优惠券 来进行领取就可以了 所以这是他的这个 相关的介绍 那他的指定通路消费范围 这边写的比较明确 这个网页就看的还蛮清楚的 比如说PC号 我们大润发 星光三月 那全家有嘛 爱迪达也有 然后美食的部分 Foodpanda Foodpanda有10% 我觉得这个也不错 摩斯 Easytable 然后熊市旅游跟国泰都有 那电信交通的部分的话 基本上就是 因为他们跟远船有合作 所以远船放进来 我觉得不意外 台湾大成的GoShare也不错 他这次GoShare有合作的 额外加码优惠 我觉得还不错 所以如果你们自己本身是有这个 喜欢使用GoShare的 这个朋友呢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活动 这活动算是额外加码的 8月10号就下礼拜一开始 到8月31号 如果你是Richard Live会员的话呢 满了再多送你150元的GoShare其成金 这是提供给大家参考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就是一起记得来解任务 那如果没有的话呢 其实就 就是我刚刚讲这个样子 Richard Live到底是什么 我现在呢 要用我的手机 然后来带大家就是认识一下这个APP 我觉得 我们的影片很有趣的地方就是说 我们会用实作的方式来给大家做参考 所以大家就可以这个看一下 就这边 宝可梦的这个APP 有没有 在画面上看到了 在这个方向 OK 那我现在就是说 如果你有下载这个APP的部分 你如果还没下载的话 我刚刚那个页面 其实有那个下载的QR Code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你可以看我们下面的资讯 我有把今天介绍的这个活动网页都放上去了 你点开来之后 一样可以去下载APP 那你下载完之后呢 你会有个问题就是我之前是卡德利APP嘛 所以他就给我就是一片反白 我就想说我才更更新完 怎么会都没有用 好像垃圾一样 所以后来人家就想说 你要先把APP删掉 再重新下载一次就成功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怪怪的 但基本上现在我可以正常登录啦 你登录的第一个时间 你会看到一个这个Richard的狗狗 在帮你倒咖啡 然后你要进行这个脸部辨识登录 我来看一下 好 他现在就进行脸部辨识 进入了之后呢 好 持续的 倒咖啡 好了 好 那在这边跟大家介绍一下 如果你要登录刚刚讲那个TS10的这个活动的话呢 你要选择权益 好 这边有一个 我看一下 讲错了 设定的部分有一个推荐码 好 选择这个设定推荐码 然后你这边就有一个 可以输入 活动说明打开之后 他这边写到TS10 输入贴线码就会符合资格 像我的话呢 我输入了TS10 然后下一步他就会跟我讲说 查核资料 我已经重复领取过了 好 我之前已经有参加过卡德利会员大墓集 LinePoints点数送给你 就代表我之前已经领过了 所以现在就不符合 那如果你是新户的话 就会符合资格这样子 那我们现在回到这个APP的首页来 好 那其实我觉得做的还算是 OK 因为你看上面就是可以扫码 或是出事条码来做付款 甚至你也可以直接选择这个绑定Apple Pay这样子 所以如果你选上面的 比如说这个扫码的部分的话 他会先跟你做一个 这所谓的解锁 有了 就是你现在这个画面 他有用你的这个镜头 你就可以直接进行这个扫码的部分 那如果是出事付款码的话 一样 就是点下去之后 他应该会先跟你核对一下 你的个人的这个ID 对 你看FaceID过去了之后呢 然后他这边就会有这个 要在90秒之内进行付款 不然的话他的条码会失效 所以你看到这个影片 你没有办法截图去做这个支付 有点久耶 怎么会这样 这个扫码真的扫非常的久 到底是在干嘛 他这个 是不是应该要来就是 加强一下 他这个 这个跑的速度 哇天哪 这样子至少要一分钟吧 哇那这样子哪行啊 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这边等等等等 就尴尬了 就发作了 人家 那个 那个店家的店员在等你 然后后面还有一堆人 有了有了 好有没有 你这样登录之后呢 你就会看到说 他有一个 这个我的iCache 的这个部分 他怎么会没有跑出来啊 基本上这里应该会有一个条码 我觉得他现在是不是在维修 怪怪的 好 好那如果选择扫码的话 基本上就会成功 这样子 好提供给大家参考啦 好那你会发现在这边的话呢 你自己大吉大利的点数会显现 现在我只有152点很少 然后如果你有台新point 他这边会显示 不过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累积台新point 所以我这边是没有点数的 好那在这边的话呢 他有一些额外的餐厅什么 购便利去旅游 好买好物的这些活动 你可以自己去看 就是说有没有自己需要的 然后这边也可以兑换一些产品 好那基本上就是说 你自己有常常在使用台新的产品 而且有在累积点数的 他让你用一个app可以来直接做兑换 这样子 好那优惠的部分的话 就是你点进来看 他这边的话呢 就是可以让你去做这个 所谓的10%活动的登录 所以到时候这个app一定会超级卡 因为他们的频款本来就不足了 然后还要这么多人来抢灯 现前一万名 哦真的是 到时候真的是抢到你会生气 那没关系 你就先看大概是这样子 那账户的部分我觉得 我刚刚试过 我觉得蛮有趣的是说 你的未出账金额在这里 然后你的账单是多少 这边都可以看到 然后我现在我的额度是55万嘛 那现在可以用53万8 就代表说我用的可能还好 没有很多 那在这边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一些信用卡的基本的一些资讯 如果你自己有在做管价的部分 这里倒是不错 那支付的部分就是刚刚的那个画面 已经就是给大家看过一次 就是要等超级久 就不知道为什么 哦在这边 有没有 我把我的iCash卡把它绑进去了 所以这边就是可以用 这个出事付款码 对 然后他就会进行扫码 可以让你去扫码 就是付款这样子 然后你要再等很久了 是怎么一回事啊 我的天啊 好了好了好了 就一样 但他现在都没有条码 好出来 不知道为什么 基本上是这个样子 提供给大家参考 就是当你要进行扫码的时候 你可能会等一段时间 请你有耐心一点 因为他的系统可能还在更新 请大家就是多多担待 那最后一个项目就是会员嘛 你在会员这边可以看到一些 你的基本资料权益 或是信用卡 然后还有你的点数的部分 就在这边 那最后最后就是你这个 左上角上面有一个 这个全功能的部分 你就可以看到说 其实他的卡德利APP 就现在叫Richard Life的APP 他其实有塞了非常非常多的东西 好那你就是看你自己的需求 然后再来使用这样子 我个人是觉得 这东西不会有点太多了吗 好笑 好啦那我们现在就是 再把我们的画面 就是再接回来 我们的这个iPad 我们来回来一下 等一下 还没回来吗 有了回来了 所以这边的话呢 基本上如果你要下载的话 这边我帮你点一个立即下载 然后他画面上 基本上应该就会跳出这个 这个下载的APP的这个页面 所以你有兴趣的话 请你就是扫描我们画面上的这个APP 的这个logo 那你就可以进行这个所谓的下载的动作 OK 好那我们继续往下 就是我们的Richard LifeAPP的介绍 完毕了 然后呢你要下载APP 就是可以扫码进行下载 那再来的话最后我要跟大家聊一下 就是这个台新Point 台新Point它的前身是台新点 台新点的前身是什么 经典计划 所以他们一直不断的在 这个我不知道是内部改组还怎样 就是怎么一直在换来换去 让我觉得好奇怪 那台新点的话呢 这边有个网页给大家参考 就是说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台新Point的强势上线 然后呢 他可以随机撒点登录抽 然后Richard Life独享豪利 跟点点成绩一元抽大奖 所以如果你自己本身是有台新的 这个信用卡会员 或者是银行账户会员的话 非常欢迎你 就是随机撒点登录抽 登进去之后呢 即日起到8月31号 有没有 手机简讯什么的 随时就可以来这个知道说 有机会可以抽这样子 但因为他这个画面就是 我不知道为什么就超大的 那Richard独享豪利 他就会跳出来就是 刚刚讲的这个活动 那我们现在还可以再回去 就是刚刚那个 看一下 这个 好 等一下下 为什么会这样 我的天啊 这个 台新的这个网页 真的是让我觉得有点慢哦 点点成绩一点抽大奖 他这个就是说你可以用一点的方式 然后可以去抽 比如说iPhone iPad 然后LinePoint之类的 有兴趣的话就是说 我会把这个 这个连结放在下面 你可以去看一下 这是我在研究的时候 发现他还是有一些优惠 蛮好玩的 那如果你是台新的网营 或者是行动会员 直接加登录 就可以进行这个 参与活动的部分 他们这个系统 我到个人倒是觉得整合的不错 因为早期我在介绍经典计划的时候 他就有分这个网营会员跟ATM会员 那他们其实做了很清楚 很明确的区分 现在的话呢 就是说如果你是网营会员 你的确是可以拿到比较多好康的 也建议大家就是开一个户 或者是有Richard的账户之后 你来参加这些活动都会很顺利 那ATM跟全家FemiPro的部分 就是说只给那个 没有台新任何户头 没有台新往来的人 但是有在解台新 这个台新点计划的人 那是可以参加的 所以基本上的话 他这个台新点目前的活动 也是1比1 然后就可能是 转账有给点数 然后这个提款有点数 给外币也有点数 这是他们之前的玩法 那就是台新点 这个台新Point的介绍 就是到这边 那如果你想要 最大化自己利益的话 其实他这边也有一个活动 叫做台新Point加速器 开户轻松几点数 刷卡雷点更快速 那他这个活动其实也是 我觉得现在很多银行 都是在主打 这个所谓的数位账户 所以台新这一块也是一样 他就是说 也举办了一个活动 邀请大家一起来做开户 但前提是 你不可以有台新的任何户头 你也不可以有Richard账户 有Richard账户的都算是旧户了 所以他这个户头 其实我觉得也蛮严苛的 但是呢 你可以自己去做比较 比如说 这个台新数位账户 现在给的这个信用卡 额外5%回馈 是你觉得不错的 那你就可以选择 开这个户头 然后Richard就晚一点再开 这之间是可以 稍微做个权衡的 我觉得OK 那他有一些专属权益 就是开户送300 然后跨提跟外币有给你优惠 然后还有进阶任务什么的 台新点几点匿迹 在这里 有没有 跨行交易 跨行存款 无卡提款 提款转账跟缴费 都可以累积点数 那外汇的部分的话 就是外币提款 你只要有被他赚到手续费 他就愿意给你回馈了 就是这样子 所以羊毛坐在羊身上 基本上就是这样子 那如果你自己本身有台新的信用卡 但是没有户头的部分 你就可以来参加这个活动 那你就可以拿到消费5%加码 然后绑定账户 信用卡扣角油 再给回馈 然后缴费便利 就是完成开户指定任务 再多300 然后更多优惠 可以让你拿 所以基本上的话呢 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你要登录活动 你点下去之后呢 你就可以来登录说 你自己本身的基本资料 跟你想要的是什么 先输入身份资料 然后选择你要的是哪一个类别 那完成任务之后呢 你就可以开始进行开户的动作 所以他这个部分的话呢 台新Point的加速器介绍 到这边搞一个段落 所以大家会不会觉得说 台新真的是 哇一口气搞了好多东西出来 连我自己都觉得 介绍到后来我都快投影演化了 那没办法 还是要稍微一整套跟大家讲完 大家就是耐着性子 来到我们最后的一个段落 就是宝可梦金句 要来跟你总结 今天这一支影片 到底讲了哪些重点 这重点就是寄生鱼 和声量 寄生Richard APP 和声Richard Live 我一直很好奇 就是说 奇怪 我们有一个APP就好了 为什么还要再把它分出来 然后还要再加这些五微博而进去 甚至我觉得卡德利就卡德利 为什么要改成Richard Live 明明就是想要沾这个Richard 这个品牌的光嘛 那我们都知道其实Richard这个APP 已经很好用 而且你可以在里面存钱 买卖外币 甚至连就是10元 同板投资都可以做得很好 那我在猜他们可能是因为 真的没有办法把更多东西 整合进去了 因为这样子他这个APP 真的会变成是一只肥虫 就是会运行的很慢 所以就是会把一些什么登录啊 一些活动的部分放到另外一个APP 是Richard Live 但是我个人觉得对于消负者来讲 你分了两个 就是都叫Richard的东西 真的是很麻烦 这对我们使用上面 其实后来会有一点混淆 你知道吗 所以我个人是觉得这样做不太好 但是没有办法人家做都做了 而且还开记者会 就是大张旗鼓在讲这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我们消负者只能在忍耐 你就是你必须要去习惯这个APP 然后知道说登录的时候就开Richard Live 但是平常Richard APP就是你拿来转账啊 拿来理财用的 这就是必须要分开 但是我个人觉得其实没有必要 就是为什么要这样 麻烦死了 所以呢寄生于何生亮来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就是说你既然已经有Richard APP 你干嘛要在一个Richard Live APP 这不是脱裤子放屁吗 而且你就会让消费者混淆啊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不对的事情啊 就很奇怪就硬要做 硬要做的话那你就等着看他就是慢慢的这样 嗯下去了 好啦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 讲了非常的多 希望你能够对台新配这个最高16%回馈呢 知道怎么去解任务 那这样子的话也算是宝可梦功德圆满 如果你觉得今天宝可梦讲解的很好 很用心你也听得懂的话 请你帮我赶快来就是订阅一下 然后小铃铛开起来最新的优惠资讯 解任务攻略都会送到你的email 你就有机会可以收到最新的消息 也别忘了公开的按赞留言 分享给你身边的亲友 邀请他们一起来解台新配16%任务好吗 我是宝可梦 我们下回再见拜拜